台湾接下来四年究竟是亲中还是自主 成为了每个选民的关键考量 与中国大陆相隔几公里的金门 再次卷入两岸对峙的最前线 对台湾而言 金门是距离中共政权最近的地方 也是民主的前线 但是对北京来说 金门是展开经济魅力 公式的重点目标 也是施水温将台湾纳入北京控制的焦点 金门和厦门建桥成为选举的争议点 立场亲中的国民党以及民众党乐见启程 主张两岸多交流 经济多往来 全面的发展金门 但是另外一派认为 跨海大桥的建立 必定是北京统战的开始 过去三十年 中国经济发展步伐急速前进 金门人隔岸观望厦门 崛起成为大城市 回望身边的森林高粱地和村庄 多年来维持现状 不免心生向往 去年九月 北京推出两岸融合的全面蓝图 包括加强厦门和金门之间的 交通运输 能源和商贸往来 并单方面宣布 已经在厦门一岸 启动跨海大桥工程 主张与中共对话的 国民党和民众党欢迎重启 认为海陆串联就等同于经济连接 这张经济牌打动了不少金门老居民 中国人本身他是同根同源 所以他很多这种生活习惯 以及各方面都是相同的 所以如果能够有桥来作为联系 就像那个港珠澳大桥一样 然后能够作为两边的这个沟通的桥梁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仪主张 跨海大桥见和不见 应该诉诸公投 因为只有金门人能够决定 金门的生活方式 民进党则直批 北京建议只是一厢请愿 企图利用经济利益 拉拢台湾民众 更放话一旦桥梁相通 就如同边境破防 当然这半年我们也没有完全去中化 因为我们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进口 进出口在中国 但是我们确实市场可以往东南亚 往国外欧美去做移动 就是台湾的市场不会只在中国 台湾要就台湾去看全世界 而不是只把经济重点 一直放在中国身上 年轻一辈的金门人认为 背靠大陆的说法早已过时 更担心跨海大桥会带来过度投资 蝉食金门作为台湾一部分 所享有的政治自由 在做建设同时 其实很多金门原本的样子 其实有一定会面临消失的困境 那当金门就是具有金门特色的东西消失了 金门和厦门最接近的海岸只有三公里距离 地理位置加上历史缘由 两岸频繁接触早已经是习惯 金门长期泛蓝的政治倾向 乡民普遍希望大桥能够化作实体 解决两岸的心理距离 只不过两岸交流变得具体后 两个政治体系之间的界线 则会进一步模糊 他共产党想要打你 他就不管你是不是国民党或民进党 就是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那在这样的基础下 我会倾向于选择不跟 就是中国靠拢的政党的候选人 但如果今天不跟中国靠拢的政党 推出了候选人 我认为他并没有自己的理念价值 或是对未来的蓝图 那我可能其他人就不投票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2019年告台湾同胞书中 提到了北京接下来会聚焦福建省 与对岸的金门马祖之间 推动通水 通电 通气 通桥等新四通 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中国统一 我很希望在大陆的同胞 也可以跟我们享受到 一样的民主跟自由 祝大家身体健康 民主万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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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